小洋苏西,我是佩奇,你不要相信她的话 小洋苏西,我才是佩奇,她是骗你的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有两个佩奇啊 这可怎么办啊,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佩奇啊 小洋苏西,我是佩奇,你为什么要变成我呀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啦 对啦,我想起来了,今天有考试 佩奇每次考试都考100分 一会儿大家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佩奇啦 太好了,我最喜欢考试了 我也最喜欢考试了 只要让他们觉得我是佩奇 我就能留在童话王国了 到时候童话王国就是我的啦 你为什么要学我说话呀 我才没有呢 好了好了,同学们,现在开始考试 老师,我做完了 看我的体骗模仿 老师,我也做完了 马上我们就可以知道谁是真正的佩奇啦 两个佩奇都考100分哦 怎么会这样呀 小洋苏西,我都说了我才是真的的佩奇 小洋苏西,我才是佩奇 等一下,看你怎么分明 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都考100分呀 到底谁是真的,谁是假的呀 哎,对了,要不然问问我手机前聪明的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佩奇吗 赶快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吧 灰姑娘姐姐,贝儿姐姐,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们怎么晕倒在这里啊 快醒醒,快醒醒 这是怎么回事啊 不对不对,肯定发生什么事了 哎,我怎么听电影有人说话呢 不行,我要赶紧躲起来 看看到底是谁把我的贝儿姐姐和灰姑娘姐姐弄晕倒的 乌婆婆,这只和你联手真是太好了 灰姑娘和贝儿都被我们一网打尽了 王后就会把童话王国交给我们了 以后就是我们同志童话王国了 哈哈哈哈 那当然了,怪兽大哥 我们联手可就是天下无敌了 对了,怪兽大哥,我们可要注意一点 我们的魔法最害怕小红星了 如果有小朋友发送小红星 我们的魔法就会失效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我可警告你们 不只发送小红星 嗯,乌婆婆,怪兽 原来是你们看我的贝儿姐姐和灰姑娘姐姐呀 看我怎么教训你们 嗯,白雪公主,就凭你还想教训我们 乌婆婆,我可不怕你们 那白雪公主,让你试试我黑魔法的厉害吧 黑暗魔法发射 哈哈哈哈,白雪公主 你也被我的魔法封印了 没有人会来救你的 小朋友们,这个怎么办呀 我被哥哥哥的魔法封印了 你们快发送123 通知奥特曼哥哥来救我们吧 拜托你们了 你长不好了 我的滑板车被坏人抢走了 你快去帮我抓坏人吧 啊,什么 黑气别着急别着急 我这就开上我的警车 去帮你抓坏人 拿回你的滑板车 哎呀,我说阿七警长 你开错车了 这个是我的小汽车 我还要赶着去找奥特曼哥哥玩呢 你快还给我吧 啊,不好意思呀,麦奇 我这就把车还给你 我要开这小汽车 去找奥特曼哥哥咯 这应该是我的车吧 我要开上车走咯 等等等等 阿七警长,你又开错了 这可是我猫小子的车 我还要赶着去执行任务呢 你快还给我吧 啊,对不起呀,猫小子 我这就还给你 对了,阿七警长 你怎么连你的车的颜色都忘了 你的车颜色是黄色和蓝色的呀 哦,谢谢你呀,猫小子 不客气,我要开着我的车出发咯 这还有一辆 正好是黄色和蓝色的 难道这个就是我的警车吗 要不然我还是问问小朋友们吧 小朋友们,听说你们可聪明了 那这个是不是我的车呢 如果是,就发送小红星 告诉我吧 我还赶着去帮助佩奇抓坏人呢 哈喽,大家好,我是布丁姐姐 葫芦娃,葫芦娃,别睡了,别睡了 你的爷爷被蛇巾抓走了 啊,我要赶紧去救爷爷 诶,这个是我的葫芦吗 大哥大哥,你拿错了 这个是我的葫芦 啊,二弟对不起啊,我还给你吧 那这个是我的葫芦吗 大哥大哥,你带错了 这个是我三娃的葫芦 哦,弟弟对不起,哥哥又搞错 还给你吧 那这个总是我的葫芦了吧 大哥大哥,你带错了 这个是我四娃的葫芦 啊,这个也不是我的葫芦 那我还给你吧 哎呀,这些都不是我的葫芦 那我的葫芦去哪里了 没有葫芦,我怎么去救爷爷呀 葫芦娃,葫芦娃 我知道是谁拿了你的葫芦 小沃特曼,到底是谁拿了我的葫芦呀 是小海盗拿了你的葫芦 好,谢谢你小沃特曼 我这就去找小海盗 小海盗,小海盗 是你拿了我的葫芦吗 是葫芦娃呀 对,我刚刚捡到一个葫芦 那你赶快还给我吧 这葫芦是我的 还给你也可以 但是你要把我救出来 好的,没问题 我只要把这个剑放进头里面 你等一下就会跳出来 我先来放第一把 然后再放一把 放在里面吧 我一把一把的放 肯定能把你救出来的 好了,小海盗 我终于把你给救出来了 你谢谢你葫芦娃 我这就把你的葫芦还给你 好了,终于拿了我的葫芦 可以去救爷爷了 小朋友们,你们能给这个 十惊不昧的小海盗 送一个小爱心吗 哈喽大家好,我是布丁姐姐 姐姐,今天睡觉 我能不能给你换一下 我睡下铺,你睡上铺 不行啊,乔治 一直都是你睡上铺 我睡下铺的 姐姐,你就和我换一下吧 今天我想睡下铺 乔治,你知道姐姐最怕高了 如果姐姐睡在上铺 晚上会睡不着的 布玛布玛,我就要睡下铺 乔治乖,姐姐过几天让你睡下铺好不好 布玛布玛,我今天就要睡下铺 不行,乔治,今天我不让你睡下铺 不行,我就要睡下铺 哎呀哎呀,你们两个又怎么了 妈妈,我想睡一下铺 可是姐姐不让我睡 妈妈,我不要睡上铺,我害怕 哎呀,你们两个在哪儿睡不一样吗 不行,我就要睡下铺 哎,这样吧,我这里有些彩泥 你们来做一个棒棒糖 只要谁做的棒棒糖好看 谁就是下铺 这样对大家都公平 哼,不就是做棒棒糖吗 我乔治先要爱做 这可难不倒我 我先拿一块彩泥 然后再把彩泥搓成圆圆的 然后再插上一个小罐 好了,我的棒棒糖做好了 但我配齐了,我一定要认真的做 首先拿一块红色的彩泥 再拿一点蓝色的 再加一点粉色的 然后把它们合在一起 把它们搓成条 再把它们卷在一起 最后插上一个小罐罐 好了,我的棒棒糖也做好了 嗯,乔治和佩奇的棒棒糖都做好了 小朋友们 乔治和佩奇的棒棒糖 谁做的好看呢 支持乔治的就送一朵小花 支持佩奇的就送一朵小红星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布丁姐姐 乔教士,你快看 我有12345678910 10个金币巧克力 小杰克,我也有10个金币巧克力 你看123456 诶,我还有4个金币巧克力呢 怎么不见我呀 到哪儿去了 小僵尸你就吹牛吧 你明明就只有6个巧克力 还说自己有10个巧克力 不行,我得找找 你们三个快说 是不是你们吃了我的金币巧克力 小僵尸,我可没有吃你的巧克力 你如果不信 我就张开嘴让你看一看吧 哦 你看我的嘴里 啥也没有 我小狗也没吃你的巧克力 你不信的话 我就张开嘴巴 让你看一下吧 哦 你看我的嘴里 啥也没有吧 嗯,大沙鱼 你怎么不张开嘴让我看啊 我没有吃你的金币巧克力 我不给你看 我就是不给你看 好啊 我小张师今天就是要看你嘴里 有没有金币巧克力 我现在就撬开你的嘴 哎呀,他的嘴怎么撬不开啊 小朋友们快发送红线能量 给我助力吧 今天我一定要把他的嘴巴撬开 小爱心走起来 嘿,哈哈,撬开了吧 快看 这不就是我的金币巧克力吗 你这个大鲨鱼太坏了 居然拿我的金币巧克力 小杰克,小杰克 我没有吃牛吧 你看,我也和你一样 有10个金币巧克力 姐姐姐 你看这里有好多球呀 我们一起来踢球玩吧 好呀好呀 乔治,我把球踢给你 你再把球传给我吧 好的,我的 乔治,这球 哎呀哎呀 乔治,乔治,你没事吧 哈哈,我没事没事 现在该我了 嘿,哎呀哎呀 这是谁,谁在踢我屁股呀 好大的胆子 到底是谁 哎呀,好奇怪呀 乔治,为什么听到这个球在说话呀 对呀对呀 姐姐,我也听到了 难道这个不是球 嗯,那我们来打开看看吧 先看看这里 这里好像是一个角 打开,这应该是一双手吧 这里打开 哎,这里还有个头 这会是什么呢 哎呀,好像是怪兽 啊,怪兽 哎呀妈呀 哎呀,这也太吓人了吧 刚才就是你们两个在踢我屁股吧 兄弟们,赶快变身 我们一起来收拾这两个傻伙 看我变身 胖,胆着还不少 在欺负我兄弟 是谁,是谁在欺负我兄弟 看我的变身 哎呀,这,这怎么一下子变成这么多怪兽呀 这怎么办呀 对,还好 小红星 哈哈,这下怪兽就看不见我了吧 谢谢谢谢 你也给我一颗小红星吧 不然我会被怪兽抓走的 对不起啊,乔治 我,我没有小红星了 哈哈,你看 这里怎么有一只小猪呀 那我们把他抓走吧 啊,这,这可怎么办呀 我可不想被怪兽抓走 对了,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救救我,帮我隐身呀